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天的上海 温度很低 尽管冬雨连绵 上海海洋大学的陈清军 李刚两位老师 一得空就要到鱼市场转转 此时正是捕鱼季节的尾声 他们特别关注 市场里海鱼的产量和价格 脸前的鱼是他们研究多年的一种鱼 这是台语 金色的花纹很明显 肚子是白白的 银白色的肚子 像个肉棍一样 是吧 对 有确信 当地老乡教这个叫什么鱼 这个青山鱼 这个是远洋的吗 这我们进海捕捞的 眼前还有一种鱼 老师们能直接分出 是进海 还是远洋捕捞的 它这个都是属于 我们抓的那个鱼 都是属于投出类里面 但是种不一样 这个是 我们叫乌贼 学名叫枪乌贼 这是我们进海的小鱼 小鱼 比方叫笔管 这个也比较贵 我们大洋里抓的 就是这个鱼 就你们一眼都看得出来是吧 这个那个 还有那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特别长 超过它一半的 就是这个是种下的 尾巴是种下的 你看这个尾巴是横下的 哦 这个续长 哦 尾巴长得就不一样 对 尾巴就不一样 个体小 这个肉也弄了 肉也很薄 这个还更贵 这个反而咸一点 这是远洋来的 这个对对 这个种类汁嘛 你看到吗 这个外面有个 这外面有个眼尖 有个眼皮 是的 这个我们叫闭眼牙目 你看那个就 这个有眼皮很明显 眼睛不是 这个大洋里有颜 这个尾巴 你看它就 它就要横的 然后眼睛它打开 眼睛 眼睛这个是痛 这是横向 对对对 你看眼睛直觉老落的 没有眼皮 这个 这就是大洋的 对对大洋的 对对 两位老师不仅自己关注这些海鱼的情况 而且还带领团队做相关科学研究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跟踪探寻 大海里的渔业资源 茫茫大海里 哪里有鱼 它们在哪儿产卵 在哪儿生长 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 以及长大后 哪里可以捕捞 这些都是他们研究的方向 眼前这些奖状和技术专利 集中展现了 整个团队这些年的科研成果 哇 这么多证书啊 对 这是我们25年来 我们这个团队做的一些成果 25年 25年 对 我们这个有60多项 这个这2个多项 我们要来了解的台语 它那个获奖证书是哪个 我们是这个 是我们 东华海台语资源管理养活 关键技术研究及引用 对 程兴金二等奖 这是2017年 这个是您研究了多长时间的 这个我们也接近20年的一个成果 那么在这个成果里面 我们就是20年来持续的研究 研究这里面 我们先后培养了4个博士 然后7个硕士 主要围绕这里面的一些 关键问题 我们开展的一些 你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个鱼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鱼 这个就是我们近海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这个近海鱼业资源的衰退 中上层鱼类的资源还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台语作为一个中上层鱼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因为它年产量有40多万的我们国家 所以说然后这个鱼在我们这边产卵 然后个体长大之后 它又跑到日本 韩国 朝鲜 所以说它又跨界这方面的一些意义 所以说我们围绕着这个资源 我们开展持续的 就是从总群的鉴定 资源的评估 总群的动力学 然后后续的舆情的预报 包括灯光 方方面面 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老师们的系列研究 已经帮助到了出海捕鱼的人们 周六一大早 李刚从上海赶到宁波的鱼码头 今天有出海作业的运输船回来 眼前的船 是专门把捕捞的鱼送回来的运输船 每次船满载而归 岸上的人们都要放鞭炮迎接 船即将靠岸的时候 岸上的工作人员们 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着接捕捞回来的鱼 这个船队专门捕捞台鱼 当渔民揭开船舱盖后 大家看到船舱里都是鱼 这条中等大小的运输船 有十个储鱼舱 这一趟 他们运回了九十吨鱼 专门的下方 只要遐点鱼 全部交开了 你看下面有一圈的铁环 这里有一圈圈的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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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当于我们油网的铁环钢 它的下钢就是这样子 一圈圈的铁环 所以中备有绳子圈着铁环 你把它全部收起來 就像這樣 把它收起來 這些年 李剛一直在研究台語 早幾年 他還跟著漁船出海捕魚 對於船上的工作 他很熟悉 保持魚的新鮮程度 一直是大家關注的重點 這個魚儘管是凍的 死的 但是你看 它還是軟的 就是有彈性的 這也是你們的技術上的要求 我們這個是屬於冷海水保鮮船 到魚湯裡的時候 這個魚是活的 進入魚湯之後 溫度驟降機立刻就死掉了 之後它這個魚湯裡面 有這個冰 冰的話會吸收魚的熱量 使得溫度的話 馬上就能降下 但是又不會把它凍降 對對對 因為你凍降之後 這個魚的質量就變了 相當於零度保鮮就是這個意思 零度保鮮 對 你看它是軟的 但是不凍結 是 你看它的塞非常 我們已經有兩天了到現在 從海上到現在有兩天的時間 這個塞就表示很新鮮 對 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聞一下只有新味道 但是魚的本身的味道沒有臭味 對 是不是 對 沒有臭味 每次進港我們都要採樣 那因為學校離這裡比較遠 所以我們跟委託我們 合作夥伴 對 合作夥伴 委託我們公司來幫我們採樣 他們的這些實驗數據給咱們捕魚有幫助嗎 特別有幫助 水溫 耳料 魚場的信息 還是比較準確 比較準確 對 對 對 尼泊周山一帶 有很多從事外海捕魚的船隊 告訴船隊在大海哪個區域 什麼季節能捕到台語 是李剛他們研究了很多年的課題內容 此時岸上就是冷酷 為了搶時間 大伙動作很快 要把這些新捕捞回來的冰仙台魚 進一步冷凍儲存 此時 李剛的關注點 是眼前的這些魚 也是要了解裡頭的什麼呢 採樣會這個 了解它的體長結構 因為它有大有小 小的魚年齡肯定低 大的魚肯定年齡大 我們要是要知道 它這批魚貨裡面 它的體長組成 或者年齡組成是什麼樣子 這樣我們通過一次採樣 整個季節 全年的季節採樣 了解它整個一年下來 整個總群的總群結構 年齡結構 體長結構 是什麼樣子 很快 在這次台語樣本採集中 他發現了意外驚喜 李剛在現場採集 這次漁船捕魚標本的時候 發現了兩種台魚 通常這個海域發現一種台魚的概率高 可眼前這些魚 在大伙看來都長得差不多 於是李剛老師就近找個地方 先教教我們怎麼區別不同的台語 這個是白肚 對 這個是白肚 對吧 對 這也是白肚啊 再仔細看看 這個看著也是白肚子 但是有一些光澤在上面好像 這樣看 它肚子上有斑點有花紋 看到沒有 這個花紋 對的 你看這條全是白的 沒有 對 對 全是白的 是的 我們叫日本台 日本台 你們俗稱的白肚子 白肚子 在我們中國近海 像澳洲台分布得更難一點 它喜歡暖水 像這個它喜歡冷水 更偏北一點 那現在有可能發現它們混跡在一起 我們在北方也能補到它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 全球氣候變了 水溫升高 然後它可能會向北 對 向北擴展它的範圍 台語分為澳洲台和日本台兩種 它們背部都有暗青色花紋 區別它們只能看肚子有沒有花紋 每年捕魚季節 也是上海海洋大學科考船的實驗室裡 最忙碌的季節 在捕撈季需要全面收集台語的各項數據 以便掌握周圍海域 哪裡是台語的棲息地 它們的蟬鸾場在什麼水域 這一點 我們從98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做台語的這些工作 從它的這個種類的 種群的這個判別 從它這個漁產資源的預報 從它的這個資源的這個評估 以及到它的這個海洋生態系統動力學 等等這方面我們開的一系列的研究 進海的主要的這個種類 中三層的魚類 以前我們一些群眾魚 它會大量的這個捕撈 以前現在因為有進魚區的 會好一些 那麼大量的幼體都給它前期都捕掉 捕撈就是做魚粉 所以說沒有長得這麼大 就可以捕撈掉了 都捕撈掉了 所以說當時整體上說 應該它資源狀況還是可以的 現在每年那個長年大概40萬噸 測量記錄台語標本的一些數據 魚的齊條數 魚眼直徑大小 體長 這些只能獲得魚的基本信息 要想進一步獲得 魚個體生長歷史的信息 還得另想辦法 由於台語沒有太大的鱗片 研究團隊發現 通常研究鱗片 獲取魚各類信息的途徑行不通的 陳新軍帶領科研團隊另辟蹊徑 把研究目標鎖定在台語的耳食上 以往其他魚類研究表明 耳食裡能記載於一生的信息 可實際操作中 大夥發現 黃魚耳食比較大 很好取出來 但是台語的耳食在魚頭裡很小 需要非常仔細才能發現 想要完整取出 就更難了 耳食上跟我們樹的輪文一樣 它每年會生長 有一圈鳴的暗的祖神年輪 我們就是要通過它來 建立這條魚有多大 它是在生命過程中 通過環境中 其他微量元素 也會沉積在耳食裡 所以耳食作為這種硬組織材料 記錄了魚類生活史當中 生命過程中很多有用的信息 年齡只是其中之一 台語耳食取出後 還不能解讀魚的各種信息 需要找到耳食的有效截面 才能通過顯微鏡觀察 這麼小的台語耳食 怎麼獲取截面 在顯微實驗室裡 劉碧琳老師正在利用膠水 固定耳食 這個裡頭就是耳食在裡面 對的 對的 你看這個耳食就已經包在裡面了 很小的你看得到嗎 對 太小了 我也想在這個耳食做切片 你是沒法切成手 你沒法 你沒法它的接觸面太小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模具 最佳的面 我們看起來是這條線 我們是心裡是有處的 然後你讓它貼著平行的 那咱們現在就可以去磨一下 對對 我們現在過去去磨一下 好的 這是個很精細的一個模式 是嗎 對 就是要一個很有耐心的一個工作 那像你經常磨這個樣本 要磨多少時間 我做了一個像這種這麼小的耳食 我也做了幾千個 仔細打磨後 得到很薄的一層耳食結面 這個薄片藉助顯微鏡 放大不同的倍數 能看到台語很多線性 耳食是魚類 這個頭部大腦當中 平衡囊當中的一塊 小小的胎酸蓋這隻石 胎酸蓋帶有這樣的一個結晶器 它隨著年齡的增長 不斷地變長變大 然後因為環境的原因 它跟我們的年齡數輪一樣 每年會形成明暗相間的條紋 我們可以通過條紋 就能知道它的年齡 下秋季它水溫高 它長得快 形成淡水快 所以它的輪就會寬一點 是不透明的 明白 在我們這個圖像顯示的 就是白色的 不透明 然後呢 它冬天長得慢 它的形成年齡就是 我們稱為冬輪 它就比較窄 它就是半透明的 所以在我們這個圖像 就顯示出來 深色的部分 你看這個就是半透明的 這個就是不透明的 我們建定年齡以後 再結合它形成熟的 什麼時候形成熟 我們可以推断出 它初次形成熟的年齡 為什麼要做這個初次形成熟的年齡 這就是我們要保證 台魚的每一個生物個體 在捕撈之前 至少人要留給它一次的 繁殖下一代的機會 出海捕魚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當科研團隊深入了解 台魚的各方情況後 給出海捕魚的人們 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持 我們要進一步掌握了 並指導出海捕魚的船隻 科學捕撈 為可持續雲夜 找到可靠依據 一旦發現哪個批次魚太小 老師們就會建議捕魚時 用大網眼魚網捕撈 針對台魚是生活在水下 中上層的魚類 還喜歡集群活動 於是在捕撈方式上 老師們也給出了很好的建議 我們這個近海的燈光圍網的 這個台魚的話 長度1200米 高度大概約300米左右 然後這個魚群結好之後 然後用這個網去把它圍起來 圍起來然後那邊收腳上去 台魚喜歡網上活動 捕魚時除了利用大圍網外 還有秘密武器來幫忙 在實驗室裡 大家關注到了台魚洗光的特性 並用上了秘密武器 燈泡 這也是捕魚用的 捕魚用的 現在捕魚咱們就是不用下耳料了 這種方式它屬於光釉魚耶 光釉 對 不是釣 就是那個釉 釉集的釉 使用燈光來利用魚的驅光性 來晚上生產釉釉集魚類 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是它我們用的集魚燈 水上集魚燈 這得多亮嗎 這麼大一個 這個在3000瓦左右 我們看一下標誌 對 2-3000瓦的水上燈 你看這個呢 這個1000瓦 1000瓦 340厘米放一個 這樣一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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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全打亮 全打亮 這大概幾點鐘能去捕魚呢 光釉魚是 太陽下山 開始上班 白天不上班 天亮了 就結束生產 全是晚上 這個是水下燈 你可以看到 它跟我們前面的 圓柱狀的燈是一樣的 就是不同的是外面 多了一個大大的外殼 就好像這個外面加了個殼 加了個殼 對 要放到水下 它要滿足防水 防壓 而且要高的透光率 所以做成透明的球狀 那魚就都會 朝著它這邊來的 對 它通過水下 水下光發射出去 魚受到光的吸引 就會集中在我的船的周圍 想辦法節能 想辦法節能 怎麼講 對 那我們就採用 現在高科技的LED的 LED是新一代的光源 它的特性是發光率高 耗耗能低 而且壽命長 這麼沉 對 做這麼沉 我的天啊 這好幾十斤 對呀 這個很沉 這是水下燈 這也是水下 往水下放 對 往水下燈 你看我們外面做了一圈 實際上是它的保護罩 因為放到水下以後 要通過船弦的 對的 會碰撞 磕著它 對 所以我們做了個保護罩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防水的殼 是 就是透光的 最裡面才是我們的LED燈 那這個燈應該也非常亮 非常亮 非常亮 對 同樣的亮度 但是它的功率低得低很多 就不會燙 也不會燙 它用LED燈不發熱的 是的 而且我們還可以用它調色 因為不同的魚 不同的水深 不同的環境 顏度不一樣 它對顏色要求是有區別的 燈光在晚間作業時 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魚群會被漁船周圍的燈光吸引 而聚集起來 在捕撈現場 燈光船 捕魚船 運輸船 在海上組成生產作業團隊 用燈光釉魚 捕撈船下大圍網 捕捕魚後 立即傳到運輸船儲存 隨後運回岸上 這些捕魚的工作 一般都在遠離海岸的地方完成 這些魚群都是純天然的種群 於是 每年都去哪塊海域能捕捕魚 成了出海捕魚人們 最想知道的信息 於是團隊綜合多學科 探尋海洋環境 對魚的補充量是怎樣影響的 它的內在機制是什麼 這些年都弄明白了 你看這個是台灣 東海 這個是台灣 這個流的話是台灣暖流 這邊的話是黑潮 黑潮 很有名的黑潮 對 黑潮和台灣暖流中間的話 這個地方是一個比較大的魚潮 也是我們東海台語 比較大的一個產生場 它會往東北方向飄 飄到我們對馬哈牙附近的話 它分為兩股 一股的話會通過黑潮的話 把它帶到太平洋 還有一股進入對馬海峽 水溫升高 就是說我們說 2020年的話 對它補充量的話是好的 就是說大概是補充量是多的 那麼說的話 水溫降低的話 對它補充量是不利的 就是說基本上 這個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匯總全球各大洋洋流數據 尋找並鎖定經濟魚類的天然漁場 並把實時數據 提供給在外捕魚的船隊 陳新軍老師帶領科研團隊 利用搖桿監測 開拓中長期預報 並且已經開發出全球範圍 與船捕撈信息的客戶端 並且提倡高效捕撈 為遠洋雨夜助力 像中海中的新回到 從外寒風頂墊 室內溫暖如春 不燒煤不燃氣 讓草原牧民輕鬆度過寒冷冬季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新能源变身季